炸的金黄色的猪排端上桌看起来香脆可口 但仔细看一下这被咬下一块的地方 里头的猪排肉却还是粉嫩粉嫩 似乎只有七分熟 民众吃到生猪排瞬间没了胃口 当天民众点的就是这份战斧猪排套餐 腹汤甜点沙拉一份要378元 在事发店家每个月平均可以卖出600份 有民众到知名餐饮集团旗下品牌用餐 因为不吃牛点了战斧猪排 但咬下去的第一口觉得怪怪的有股腥味 仔细一看才发现肉根本没熟 店员连忙致歉 要再重新上一份餐点 但吃到生肉觉得太恶心 没了胃口 民众拒绝后离开 餐饮集团公关人员表示 可能是因为后厂人员油温没有控制好 才导致猪排还没熟就被端上桌 会再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 并持续关心客人的健康状况 但原本开心的聚餐气氛 全被这块七分熟的猪排打坏了 TVBN新闻陈淑贤 张国豪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